好了,同学们,大家好,老师叫季燕玲 我们的班有P3D,E,F和A 上午班P3F和P3A时间是从7点30到9点 下午班P3D和P3E时间是从12点20到2点 好,今天是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今天是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复习第17课 好孩子 我们来复习第17课 好孩子 好,第17课好孩子的生词有 斧头 年轻人 看 神仙 撈 财 金斧头 金斧头 银斧头 银斧头 铁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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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老师来问一下什么是斧头呢 斧头就是 不太 对,斧头就是不太 看 看就是 神价格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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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就是 对吧 老 老 老就是 爽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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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欧 金斧头 金斧头 就是不太 没有 银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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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太 啪 好,我们来看第17课 好孩子 好孩子 看了三把斧头的动画 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听 看 看 年轻人 年轻人 神仙 神仙 捞 捞 财 财 财 再来 砍 砍 砍 年轻人 年轻人 神仙 神仙 捞 捞 财 财 接下来 金斧头 金斧头 银 银 斧 银 斧 铁 斧 铁 斧 斧 年轻人 看了 看 说 年轻人 不但没有 士气 铁斧 头 还得到了 金斧 和银斧 斧 斧 银 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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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一天早上 有一二年轻人 他就砍柴累了 满头 大汗 去到河边 洗脸 不小心 他把斧头掉进河里 掉到河里 然后呢 他就在河边那里 很紧张 他说 他心里想 他就说出来 如果没有斧头 我怎么能砍财呢 如果不砍财的话 我哪里有权 如果没有钱 我哪里能养我的家呢 然后呢 他就在那边哭得很伤心 让神仙很感动 非常感动 感动就是这么做着的 就神仙从河里出来问他 年轻人 你发生了什么事呢 然后年轻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神仙 然后神仙说 没问题 我帮你找回你的斧头 然后第一次 神仙捞出了金斧头 然后问了年轻人 这是不是你的斧头 然后年轻人说 这不是我的斧头 然后呢 神仙又捞出了一个斧头 就问银斧头 就问了年轻人 年轻人说 这也不是我的斧头 然后呢 神仙又捞出了铁斧头 然后问他 这是不是你的斧头呢 然后年轻人非常高兴的说 这才是我的斧头 因为神仙看出了这个年轻人 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贪心 所以呢 他不但没有撕起了铁斧头 神仙给他了金和银的斧头 这里就是三把斧头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 独一独 独一独 年轻人不小心 把斧头掉进河里 年轻人不小心 把斧头掉进河里 妹妹不小心 把牛油弄到裙子上 妹妹不小心 把牛油弄到裙子上 姐姐小心的把咖啡 倒进杯子里 姐姐小心的把咖啡 倒进杯子里 哥哥小心的把礼物 藏在桌子底下 哥哥小心的把礼物 藏在桌子底下 他不但没有撕起铁斧头 他不但没有撕起铁斧头 还得到了金斧头 他不但没有撕起铁斧头 还得到了金斧头 他不但参加了游泳比赛 还参加了跑步比赛 他不但参加了游泳比赛 还参加了跑步比赛 这里的读一读呢 就是年轻人不小心 把斧头掉进河里 将年轻人呢 过来吃铁斧头 不小心就吃铁斧头 放在铁斧头上 不但参加了游泳比赛 所以就在转头上 就在转头上 每天不小心 把尼尾油 能够到军纸上 每天就在转头上 吃铁斧头上 可不得了 就在转头上 姐姐小心的把咖啡 到进杯子里 正姐姐 给吃铁斧头上 让转头上 放在铁斧头上 哥哥小心的把礼物 藏在桌子底下 就放在铁斧头上 两个都 能够到两个人 他不但没有 试取铁斧头 还得到了 进铁斧头 正在铁斧头上 铁斧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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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铁斧头上 他不但参加了游泳比赛 还参加了跑步 比赛 正在铁斧头上 铁斧头上 都没得到 Haitake 铁斧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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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很荒谈,特别有点准备,但我们的消息就是识备 消息就是识备 大家检查一下分数,当我肯定查识备,检查就是识备 错了,错了,快 一晚,一天 请老师重新算分数 老师追,剪较两分,剪较两分 到找比分数 回家请家长签名 回家请家长签名 这样的答案很正好 妈妈,妈咪都说的,比签名就是识识 好,这里就是我爱语读两分